哈喽,大家下午好,我是谷外秀才 今天是2021年2月24日 好,盘后的时间 那么咱们这个视频的重点给大家讲 今天有色的调整 以及呢,什么方向 什么类型的个股可能会更有机会 什么类型的个股可能更有风险 首先呢,咱们还是要看一下 谷企联动的视角 那么谷企联动的视角的话呢 当前例如说像挪文 它是属于主强的 好,那么像互同指数 它对应的话呢 其实今天反而是给了新高之后 出现这样的一个高位增浪 盘中冲高回落 尾盘的时间再抬升 好,那么像铁矿也好 胶煤偏弱 好,那么像原油 护铝 护铝的话呢 在前高附近增浪 好,那么我们重点来看一下 有色本身 那么呢,从有色的板块 指数我们来看 好,有色的板块指数的话呢 今天实际上是给了这样的一个中阴 但是对于整个有色板块指数的一个图形来看的话呢 其实咱们很多朋友应该有印象 在前面 在节前 开市的前一天 给大家讲到呢 重点把握像周期 像有色方向的机会 尤其是像互同方向 那么呢 连续的上攻 一二三四五六六 六连扬之后 其实呢 严重偏离五军 在前面呢 也给他讲到 防范呢 是短期 高潮之后 短期这样大涨之后呢 面临这样的修整 但是呢 观点非常明确 修整下来 还会有新的机会 那么用禅略的一个视角来进行看待 这个位置呢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最小级别 中枢 向上离开段 无被迟回落 考察的话呢 中枢平台上沿的位置 那么像今天 调整的幅度比较深 但是呢 即便如此 整个有色板块内部 还是有一定的执行接力 所以说呢 再往下 或者说呢 在这个位置 其实就是已经 可以作为一个 常识性 低吸的一个节点 尤其是前面踏空的朋友 那么呢 重点还是在于 择骨本身 好 那么我们再从更大的一个维度 来进行看待 整个有色板块指数的话呢 它的背后的一个逻辑 一个呢 是 其实准确的讲 它更多的是从什么时间呢 从2020年的3月份 也就是一清之后 一清之后 这一波上涨呢 其实它背后的一个逻辑很多 这个呢 首先给它罗列这么几点 第一个呢 像 尤其是美国 宽松 包括呢 像无节操的印刷货币 就是全球的货币 货币宽松 这是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像新能源池 可以把它作为新能源池的延续 像新能源池 的炒作 虽然说呢 它的新能源池本身的高潮也过 但是呢 像有色方向 尤其是 不管是像 呃 林涅 铜铝 等等 它在新能源池上面的利用 包括呢 像互铝 互铜 包括呢 一些新的金属 它也会 在旧卧市场上进商市 定价等等 好 那么对于有色板块指数 来讲的话呢 大的这样的一个 咱们前面给它 讲到过 相信呢 持续跟踪和 和收听的朋友呢 应该有印象 在这个位置调整过之后呢 当时给它做出这样的一个分析 专题的分析 就是调整过之后 像有色煤炭钢铁 谁更强来 谁更弱 当时给它观点了 终点 看有色 好 那么当下的话呢 其实它是属于 这样的一个大的中枢平台 向上离开段 内部 次级别中枢 再向上离开段 那么首先的话呢 考察 列出呢 像中枢上延 在这一天的高点 8146 连期视 只要说呢 回落不破 它对应的是属于 当下这个中枢向上离开段 回落下来的 三买的一个机会点 好 那么呢 像今天也好 今天其实已经 部分个股已经是 可以把握一些 尝试性的低息 如果说明天有个惯性下冲 那么在我看来呢 它更多的是一种 技术应对上面的一种 把握低息的一个机会 而不是恐慌 好 这是有色 那么我们再看有色板块的个股 有色板块里面的 个股的话呢 我们会发现 即便如此 像今天依然有五家涨停 而且这五家涨停里面 像新股 咱们暂且不看 那么像张元物业 五连板 第五百的时候被砸 当时呢 咱们讲到这样的 个股随时可能会调整 结果呢 第二天出现这样的低开 声调 声调过之后呢 今天是属于反爆的做法 那么像企业想股份 像这种个股的话呢 是属于潮体反弹 也是属于五百之后呢 正然呢 今天是反爆 好 像这种国成黄金 当前的话呢 也是属于这样的五连板 那么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代表的是 虽然说 整个有色方向 它面临这样的分化 分化或者面临这样的一个调整 但是呢 资金依然在这里面进行扎堆 而且 它也是有存在 这样内部的这样的轮动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呢 像大跌的个股 有色里面大跌的个股 其实呢 它也有一些特征 特征里面的话 例如像 这属于赤芯 好 那么像滑有孤叶 滑有孤叶的话呢 它从三十几块钱 干到一百一十六 接近翻了三倍 那么这属于呢 涨幅已经是 居高 好 那么像干风里业呢 一个是干风里业 包括了像比亚迪宁的时代 以及呢 像天心里业 早在什么 早在 上周的时间 就给他重点去讲到过 高处不胜寒 谨慎的关联 那么呢 像干风里业呢 它也是积累的 这样一个涨幅 就说呢 咱们用 不管是用禅论的一个视角 还是说用一些技术的一个视角 就说呢 不管说他当 我们看待 像修禅看待一只个物 有没有涨高 并不是看他垂直的涨幅 而是看他的结构 什么意思呢 列说 单纯从这样的一个节点 列说呢 有过这样的平台突破 小的平台 再进突破走强 这个认为呢 它可能已经是相比于 最初的这样的一个起涨点 已经是出在高位了 但是如果说经过这样的一个长周期的一个震荡过之后 又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新的平台的一个视角 再往上突破 那么同样在这个位置附近 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相比较来讲 此处为高 此处的话呢 就认为它不一定高 它是一次再一次突破 好 那么当前呢 突破过之后 它距离这样的一个平台 再进行拉伸 拉伸过之后呢 高位进行震荡 而且呢 整个板块来讲呢 它是一个退潮的 像银电方向 像能源车方向呢 其实在截后 以及那截前 那几天 它是属于明显退潮的 而对于像有势化工 它是属于资金 在水涨存高 好 那么我们再往下面去看的话呢 例如说像 这种它也是属于超低反弹 两百过之后这样的几条 甚至这边呢 咱们今天方才已经点评过 好 那么讲到这一块的话呢 咱们像天气里叶也是如此 天气里叶的话呢 它也是属于这样的一个连续的上涨 破了十三天均线过之后 它对应的主法 是一个弱势的手法 而且呢 它基本面并不好 好 那么下面的话呢 咱们重点讲一下 调整过之后 首先的话呢 还是像 一个是像同方向 同方向的话呢 不管是像纸巾框叶也好 那么像这样的 个股 因为整个互同 我们来参考一下整个古期联动当中的互同的一个走势 像互同指数的一个走势的话呢 那么咱们前面分析过多次 一个呢 长周期收敛三角形的突破 然后短周期平台的突破 平台的突破过之后呢 而且对于整个互同方向也好 就是整个这样的一个金属方向 它都属于全球范围里的都在涨 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么像连续上涨过错 其实呢 咱们前面也讲过 它也是需要 连续的冲高过错的 它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短期的增浪 震一震也好 或者是回调调一下也好 那么呢 大概率的一种走势 是什么呢 走强的方式呢 是在这个位置震一震 然后再往上高举高打 这是一种强势的一种走法 那么凭弱势的走法的话呢 它会往下调一调 然后呢 不破 前面突破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然后呢 再往上 怎么情况下 它会走坏呢 好 调的比较深 或者调下来之后呢 反弹始终不上新高 或者呢 不上新高 增浪过之后呢 再往上的话呢 它属于涨幅是比较纠结的 现在整个胡同指数 当前来讲 它是一个强的上涨的阶段 它沿着五天圈线上行 连五天圈线都没破 但是对于个股来讲的话呢 那么像紫金框叶 前面的话呢 出现严重偏离五军的时候 减没减很重要 减了 那么等待的是 例如在前高附近 好 在前高这样的一个节点附近的话呢 其实在也在十三年军线 那么呢 接下来它会有一次 大概的会有一次反抽的动作 反抽 如果说强势反抽的话呢 新高反爆 如果弱势反抽的话呢 那么呢 对应了新的买卖点之间的转化 好 那么像江西同业 江西同业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好 昨天也是属于这样的严重 明显的偏离五军 今天呢 回撤五天均线 那么回撤五天均线的话呢 其实像今天 从它的分时来看的话呢 它是有一定的资金接力的 只不过呢 像整个江西同业 咱们呢 从我们开始之前 讲到 那么呢 紧接着涨停 上涨上涨 连续四连扬之后 那么回撤 其实考察的话下方 例如在二十五元附近 就在前面高点这个位置 如果说连这个位置都不破的话呢 它后面大概率 还可能会有个新高的一个走法 好 这是江西同业 同时的话呢 要防范 如果说是阴阳交替的一种走法的话 它可能会构建 最小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中枢 而后呢 再向着离开断 好 那么呢 再看的话呢 例如说这是同方向 例如说呢 我们再来看 像旅方向的话呢 像中国旅业 中国旅业的话呢 在当前这个位置呢 它其实呢 还是属于跳空 涨停 跳空 这一天的话呢 它是转涨停看法 那么呢 可以以这个位置缺口作为一个参考点 连这个缺口的位置 如果说震荡当中使用不破 那么呢 它还是有机会呢 再走强 因为当前量能资金的人气都还在 好 这是铝 那么与铝相关的 我们来看 好 与铝相关的话呢 那么像今天 例如说呢 像 咱们前面 讲到过的 例如像天山旅业 当前的话呢 其实还属于在创新高的过程当中 但是像天山旅业的话呢 再往上不能去追 所以是面临 短线的一个调整 好 包括呢 像 像神 和股份 包括了像云铝等等 那么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它当前这样的一个 这类的调整 考验呢 就属于它能不能横得住 能横得住 不继续往下 第一 那么呢 大概率还会再往上走 那么往上的话呢 考验能不能举强势反暴 就是强势反暴的情况下呢 反而不着急卖 如果说磨磨叽叽的上涨 冲高 比较磨叽 那么呢 随时可以作为 降低仓位的一个操作 好 包括呢 像西藏矿业等等 西部矿业 好 像西部矿业的话呢 它也是属于 在这个位置呢 咱们前面给大家讲 防范的三种开线 一个呢 是连续冲高过渡的高开地轴 大阴帮带伐放量 需要防范的 在这就是高位出现 长上涨防区量 好 那么这样调整过渡的 当前考察的是下方 例如说呢 前高是16元的位置 中枢上涨的话呢 14块6 如果回落下来中呢 也会有一次反处的动作 好 这是属于像 呃 铝方向的 至于说像 例如像 陆伟阳 木涅 这样的个股今天是 给了新高 咱们前面点评的时候呢 给它整整 后面大概率会有新高 但是我并不希望它短时间 就这么快的给新高 为什么呢 如果说真的往下调一调的话呢 跟随这一波有色的分化和调整 它能够往下 调一下 调一下的话呢 例如靠近13天均线也好 或者靠近前面这个低点的位置也好 那么呢 当有色再一次走强的时候 它可能会有更好的空间 当前的话呢 它是属于还算比较强势 但是呢 今天这个长上瘾 留的呢 并不是特别理想 就算之类个股的话呢 要么后面扛得住 后面呢 可能会领涨 扛不住的话呢 如果说有色多调整一天两天 它必然会伴随苦跌 但是呢 大的方向上面来讲 我觉得还是比较看好 但是呢 像冲高直十 像在这一天严重 这一天偏离武军的时候 其实呢 技术角度来讲是一个减的一个做法 那么当前还属于高危阵浪 量能没有减 好 像稀土方向呢 咱们就不去点评了 因为呢 像稀土咱们刚才有专题的视频 包括呢 像列出像磁储 好 像有色当中 咱们前面呢 也是点评过的 非常有代表性的 一支个股 迁星方向呢 那么像迁星方向里面 我们来 好 我们来看看 叫做磁虹新储 像磁虹新储这样的 个股的话呢 其实它始于突破之后 回落下来 在我看的话 它又属于技术性的一个机会点 但是讲到这一点的话呢 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观察 就是呢 接下来 如果说像有周期方向 有四方向 如果说再进一下条 那么我们要看到是资金率先进攻的分支点 来着重点去把握 好 这是咱们今天给他讲到的一个 视角和内容 但是呢 讲到这一块的 大家一定要 注重自身的一个仓位 因为呢 个股即便有机会 但是呢 如果说他多挣到一天两天 那么他会影响一个人的心情 影响一个人的这种心态 最好的一种策略的话呢 还是说 盯住一些核心的标的 不需要呢 把每一只股票都把握住 也不需要呢 把每一个方向都把握住 把主流的 例如说呢 像不管是稀土方向也好 还是说像 铜铝 还是说像 千辛 逆 还是说呢 像等等 你只要把握 一到两个主要的方向 跟随主流的 最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标的 同时的话呢 仓位能够足够灵活 不要轻易的就重伤满伤 这样的话呢 你能够做到进口功退口手 然后呢 也不影响心态 好 同时呢 读重私盘的观察资金的异动 好 这是咱们今天给大家讲的内容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关注 同时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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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